大家好 各位早晨 這齣戲我在看之前是充滿期待的 首先有Liam Neeson 差不多是頭號男神 真的超型 你看他這齣戲 他做一個在事業上不是很成功的男人 但真的超型 你不明白一個外表那麼出眾的人 有什麼可能不成功的做人 這齣電影的類型是懸疑片 又有動作 有打架 有爆破鏡頭 完美了 誰知道他拍了一張爛片 真的被他追仗 你這樣也行 有沒有搞錯 這個導演也不差 我覺得是一般 The Shallows 其實是一張好戲 我不明白為何會弄成這樣 這齣電影是說Liam Neeson 他以前做過警察 但是他在這齣電影的時候 因為各樣的原因 他只是一個上班下班的人 所以這齣電影就叫做 Commuter Commuter 就是一講一個 Commuter 即是你上班下班要搭很長車程 那些叫做 Commuter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上班就搭很長的火車 上班 他又搭那輛車 下班 他每天都是做同一件事 有一天當他下班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神秘人跟他說 他說你幫我做一件很簡單的事 在這輛車裡有一個人 你幫我找他出來 那個人 他說也有些特質 例如他應該是一個三面口的人 他不是每天都搭火車 其實他不遺憾這輛車 所以你幫我找到他出來 你找到出來的話 就是我給你一些錢 然後他因為各樣的原因 他就嘗試去找 就是一齣電影 他裏面不只是鬥志 他裏面有些動作鏡頭 有些爆破鏡頭 所以都是動作片 老實說我看這齣電影 可能半小時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很有趣的 好像剛才我講了一點劇情 是不是很有趣 你說一個人 如何在火車上找一個特定的人 他有各樣的特質 好像一個解謎 有一個謎語 有一個謎團放在你面前 然後你看看那個男主角如何解決他 是不是很有趣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你看看 他解決這個謎團的那個是Liam Neeson Liam Neeson 真的很好看 但是誰知道 你對這一類的戲 你是有一定的期待 他放了一個謎團 你寄望他解開謎團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合理 那些事情 你寄望你這麼聰明 你出個謎團 就像你的朋友 你那些選友 我考一下你 哈哈哈哈 然後說一些很低能的事情 問一些很白癡的問題 就是那些 有什麼貓是白色和黑色 然後他跟你說是黑白貓 那類的樣子 就知道他解決這個謎團 沒有腦子 然後他說到Liam Neeson 男神啊 你當然是聰明的 因為他做的事情很低能 哈哈哈哈 真是脆脆 哈哈哈哈 他之前設定到 好像這些是智慧型電影 誰知道他後半段 所有事情都很白癡 超白癡 超白癡 你看看 你也會覺得 你怎麼可能啊 但是他在畫面上做了出來 是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不是說他 某一個位置 我不是說Batman vs Superman 變成一個MARFA 不是那些一兩個位置 簡直是整齊電影 你真的看到 看到也不相信 你會覺得 What 你想想 那個故事 有一個人寫了出來 有些編劇 有個故事 你寫了出來 那你還要有人拍才行 不過導演竟然肯拍 他又 他拍的時候 那些演員他要演 他都知道大概是怎樣 他們又不出聲 我不知道有出聲 沒有人聽到他們說 我不知道 那你還有監製 監製是有他的 整件事可以這樣做 有沒有搞錯 尤其是最離譜 如果這張戲 從頭到尾就算 他又不是 他製作很好 他裏面有很好的演員 Liam Neeson 很好看 有Patrick Wilson 很好的男主角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紅 我也喜歡他 有Fira Famiga 有很好的女演員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有很好的演員 然後他的動作其實是拍得好 當他們的演員 從頭到尾 你會覺得 看到某個位置 你會覺得 他用了什麼技巧 又是用電腦特技 他為什麼會拍到出來 如果他真的 親身上陣 這樣拍出來 真的很厲害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花這麼多心思 去拍兩三分鐘的鏡頭 如果他花一點點心思 去拍那個鏡頭 回到故事上 這樣就好 因為現在真的很離譜 我不是說他普通 又或者沒有驚喜 那些很虛無飄渺的評價 不是 他簡直是不合理 是白折 裡面的人做的事很白癡 簡直是 侮辱智慧 然後旁邊的人覺得 很聰明 He is a hero Fuck Shit 有沒有搞錯 然後 鏡頭是很厲害的 有些 例如爆炸位 那些 真的是很厲害 這齣戲 真的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這齣戲究竟在哪裏 究竟在哪裏 究竟在做做做 不知如何 真的脫軌 真的脫軌 火車出軌 我真的不知為何這齣戲弄成這樣 老實說 我是非常失望 我差不多是被他低 去到下載也不想 但是 又不是一無是處 剛才我都說過 他製作演員 其實他各方面都好 最重要的故事 他就散了 尤其是 我想看了半小時之後 或者看 由中間那一段之後 真的不行 令人很失望 所以我對他的評價 是C減 你出於好奇看 其實都可以的 跟我一起 欣賞一下這齣戲 如何出軌 簡直是脫軌 真是離譜